所以給我的資料大部分也都是ok的 另外呢 這個出來了 比如說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標題 所以我在做這個問卷其實非常快 一個標題、副標題 裡面的話有這個格子 這個是單行、多行 然後單選、副選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按一個提交 可是如果完全沒有填資料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裡面會怎麼樣 它會去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裡面有沒有填資料 如果沒有填資料它會秀出那個 錯誤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就跟我們後面那個request fill那個控制項到底是一樣 他會自己去幫我們做驗證 可是後面的驗證的動作呢 實際上是用那個javascript在跑 我們這網路實在太慢了 ok 有沒有發現它這邊也是一樣 會有這個紅色的訊息讓你知道說原來 這裡面很多東西沒有填 填資料 那就必須一定要填 也就是我在設計的時候呢 也可以去選擇 是不是一定要有資料 所以這種概念是 類似的 類似的 那這裡的話 這個是 上禮拜的這個 這個這個課程其實 我也準備了蠻久的 光準備 這個課程 所以各位如果興趣的話在我部落格裡面 也有放 這個 第一個就是 那我把這個 因為只有六個小時 要把 Android 跟 iOS的App 通通介紹清楚 幾乎不太可能 還有就是App跟那個雲端之間 比如說App跟那個 這個這個 比如說跟我們 ASP 怎麼做連結 其實這部分的話 我發現運用 運用方面也需求也蠻大的 像我最近接觸那個比如像證券業好了證券業它要即時的要去抓 這個資料的時候呢 那就必須要App跟那個 後端要雲端必須要能夠 連線 那這一部分的話 寫法 有各有巧妙不同 做法上面的話呢 也會有不一樣的需求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這部分我想我們有有機會再來再來跟各位做分享 那這裡的話請 各位再看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 顧小郎 在座有沒有 這加法很熟的 因為最近 今天又接到一個電話就是說 需要有 在中高階的Java工程是需求 如果有的話 可以再跟我聯絡一下 因為最近好像Java工程是 需求非常大 但是一直都找不到人 所以 很多廠商都會打電話 一直問說請我幫忙推推薦 所以如果你身邊有那種中高階 Java人才 然後呢 時間上還有就是他目前也沒有工作的話 可以再跟我聯絡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另外幾個控制項 另外幾個控制項 再來就是說 驗證控制項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剛剛提過就是說 最適合的 是 有